在美国网站要叫你呆舌 这我不敢当 因为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请给我机会 带领国家 此时此刻 我们都是台湾队 让我们一起加油 让台湾成为 民主世界的MVP Team Taiwan! Team Taiwan! 我在新北市万里区 中湖里一个矿区出身长大 听到C一叫自己 赖清德下意识的薄薄头发 好 剩下来 局长要不要一起 好 我们 赖清德的中分头 没有抹任何东西 这发型跟他的西装一样 从1996年选上了国大以后 就成了他的真挚标志 我就说我本身是医师 我们把城市当作是个人 因为我们医学院老师要求我们 不是丙养兴 跳票之后 看怎么处理再继续处理嘛 你们不在乎 你发现的经验 不在乎 沉着稳重的赖清德 在国会爆发肢体冲突 展现他纲烈性格的一面 在自己坚持对的政治路上 造成 我願意不計悔育 只為了是 我們應該用合作取代對抗 然後用交流取代為主 大家彼此尊重自信的交往 台底是民進黨主張 可是在程序上是完全尊重台灣人民的主張 中華民國的立法院殿堂裡面 講要一直強調的是台獨 我的確是台獨工作者啊 我本來就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要獨立自主 台灣不做第二個香港 台灣也不做第二個習長 請院長批示千成文稿 金方良物豪興不淺 他日江湖相逢 再當杯酒雲番 咱們就此別過 蔡英文 放上來 蔡英文 放上來 蔡英文 蔡英文 務實地認定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沒有另外再宣布台灣獨立的必要 中華民國主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國富不隸屬 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 只有兩千三百萬人可以決定 過期歐阿明年代 再次出現 不輕的事件再次發生 最重要 就是台灣這個國度 絕對不能再出現外來的統治 台灣要做自己的主權 聽台灣 聽台灣 世界已經看見台灣 已經肯定台灣 在未來 我將在相同的民主道路上 持續壯大民主台灣